好,我们现在来处理的这个前进后退这两开关的弹起问题 这么看,感觉还没有问题 我们先把石头取向 然后磨音磁头一起取向 磨音磁都没有下来,我们直接把架子取下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黑色的塑料柱 这个塑料柱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根弹簧 是在,我看是 在这个位置,这儿勾一个,这儿勾一个 中间他会把这两个往起抬 现在这个柱,基本上这款机身的柱全都烂 然后我们把这个彻底去掉 把它捅掉 把这个塑料柱捅掉 然后我们找颗螺丝 我们找颗螺丝,直接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的话,如果有平头螺丝 最好是用平头螺丝 像这种凸出来的 穿过去的话,你播放按键 跳起的话,它会阻挡 不过放按键就跳不起来了 这都是小问题 这都是小问题 小问题 然后我们买进去的 太好了 这个测试了 那是小问题 是小问题 我可以了 很冷 这都是小问题 我可以去判断 我可以放入 这都是小问题 一切 我可以放入 我去磨一下这颗螺丝 一秒变平头 然后我们把它再拧进去 我们看还是有些阻挡 我们再磨一下 好,又磨完了 我还是有要 我们再摸 我们再来摸一下 好再来试一遍 要不说索尼的螺丝 这个螺丝质量也非常好 用的是索尼机器上拆出来的螺丝 好没问题 然后我们上弹簧 这个位置上不上胶 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弹簧会把它压住 这个弹性是非常大 好没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可以按原路把它装回 再来试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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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两个垫片放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磁头架子我们再放上 我们先把这架子螺丝拧住 可以上螺丝胶也可以不用上 然后我们再拧紧这两个螺丝就行了 方向角的话 方向角的话索尼后期是不需要调方向角的 所以这个螺丝可以随便上 不会存在方向角的问题 索尼这个方向角是定死的 调好的就是 然后我们把磁头排线放到架子里 再测试一下 没问题 哎 我这是怎么绕的 绕糊涂了 要把磁头的放在这个位置 要把电机的磁根线放到这个里边 卡住了 我还是把电机拆了得 电机是在这个位置 无刷电机 省电皮是耐用 索尼后期大部分机器全部采用的是无刷电机 跟超波机视频 好 挂上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机芯安到前壳里 前壳里 首先 我们有一个弹簧 其实机芯上 这还缺一个弹簧 是 勾这个的 这缺一个 它没了 它没了 它没了的话 没办法 找不到 它没了 它就不错 它会有什么 不错 它不错 它没了 它就在这边 它可以 它不错 它不错 我们需要把计输器 这个腾黄是自己老出来 加点润滑油 出不来了 本来是不想取这个计输器的 但是没办法还是取掉吧 计输器这个框子摆坏了 放不平 然后我们把机芯往上推 给它装回位置 三颗螺丝 在外边这颗长螺丝 然后两颗都是短螺丝 把机芯固定在塑料框架上 好 现在我们把计输器放回来 计输器皮带挂上 然后把主板放回 这个开关不要忘了 其次这个暂停键的开关 这个可千万不能把它忘记了 好 然后我们开始上螺丝 这是一颗长螺丝 这是一颗平头白色平头螺丝 然后还有一颗白色平头螺丝 就是在这个位置 好 现在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我们要把排线焊上 这是磁带仓里边的LED的排线 然后我们把麦克风 焊接上 它标着黑红 其实是日文的 有时候 有时候会标黑赤 我们把蜡带线焊上 好 好 全焊完以后 我们要把焊过的焊点擦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 盒盖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声音 首先这个自动录音不要错了 不要把它掰坏 你该先和这一头 我来上两节七号电池 我去判断 它就连着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戴仓离两颗螺丝 把它上紧 然后我们就是这台索尼TCM450就算彻底的修理完毕 按键仓也不会再损坏 我们还是可以来测试一下 按这个磁的计数器再转 清零 然后我们可以把自动录音打开 现在我们说话 我轻声的说话 他就开始录音了 他的麦克风的灵敏度 这一款是一个清晰录音 但是没有麦克风灵敏度的选择 没有麦克风灵敏度的选择 好 我们来清一下 这一款是一个清晰录音 但是没有麦克风灵敏度的选择 没有麦克风灵敏度的选择 没有麦克风灵敏度的选择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Ir